亮度太高了 然后她的颜色真的太强焦了 就是感觉很像是 一个女生化妆 但把所有能用的颜色 都涂在自己身上 好好的形容 我觉得想要有点太坏 不会不会 但是但是我真的 真的啦 你会特别感谢说 爱因子堂或特斯拉吗 欸你刚讲完 我还哈了一下 你看 所以你是个忘本的女人 不管多努力都会骂声干 一闪一闪亮晶晶 灯光让你顾眼睛 早安 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 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内容 是灯光设计师 你们知道生活无处不是光 你们有想过说 灯光要怎么摆房间才会好看吗 你们是没有 那你们有知道说 灯光还可以影响你自己的情绪 甚至有些人 爱灯光爱到 就是还写了一些论文这样子 那就是我们今天会来的来宾这样 而且这个女的前同事 还是设计了目前101大楼的光的人 那你是不是想说 哇这个来宾是不是很厉害 没错 因为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是恰 是这样念吗 是 嗨大家好 我是恰 哈喽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说 你跟灯光到底是有什么源源 怎么选到这条路 好 我反正我最一开始接触光 是在舞台上 我以前是跳舞的 算是舞者吗 也不敢说 反正就是在舞台上表演 然后因为时常享受那个光的照耀 对 怎么那么不要脸 没有 就是巨星的感觉这样子 没有没有到这么浮夸 但我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注意到光 然后从剧场的灯光设计开始做 然后现在是建筑方面的建筑照明设计师 怎么是没有想过有这个职位 没错 他就是做了这个奇怪的工作 那我们一开始还是按照惯例来讲 我们先来玩一个节拍游戏 早安丽娘啊啊啊 想到灯光 你想到什么 拜拜神座灯 按摩点 月光魔力亚 日光 佛提摩 灯笼 哇你好厉害 啊我输了 什么啦 你也太快了吧 不是刚写了很久的稿子吗 我就想说 我通常都是保留三个 哦 大家有发现吗 其实我大概在第三个就会输了 因为我不想要录太长 哇你刚才很有 你是认真在介绍一些灯光的器具 就是一些环境里面会有的灯光 那我们一开始 我觉得我们就先从 比较没有营养的内容开始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自己非常好奇的 就是我想要问说 你对于灯光的理解 以及人性的喜好 就是一个优良的 性爱房间的灯光 到底该怎么布置 人性的喜好 那我觉得你刚问到一个重点 人性的喜好 我觉得这一题 有点很难成立 因为你想要有一个性爱的发生 根本就是看人啊 这是我真的纯老实说 那个人可不可以 是吧 我是不是平心而论 我不要说什么有什么 职业病 一定要什么灯光 可是我就说 因为灯光其实会影响情绪 所以说明什么颜色 会引起一些欲望之类的 好 但是我如果真的要说 灯光可不可以辅助 让你有那个感觉 进入到那个情绪 你想要发生一点什么的话 我很好奇 想打造一个完美泡房 但我觉得首先呢 就是第一个人要对嘛 就是你觉得可以 然后再来那个房间 纯看个人喜好 但我觉得 可能要按 然后让人放松 要让他觉得是舒服的 因为坐在是必须 因为你就要 对你就要敞开嘛 就要很肌肤之轻 看你要藏什么 好厉害的名词 那就是你知道 因为要就是肌肤之轻 所以你就要可以很放松 所以有一点点按 就是不会让自己觉得很赤裸的感觉 其实按有两种 一种是你可能会觉得 你看不到别人 你会觉得危险 但是这个排除在 你是理解的 你是知道那个场所 你就是你要发生事情的 所以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按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卸下你的心房 你就会想要 完全打开自己 对 然后颜色的话 颜色就是什么 颜色对应什么情绪 没有这么绝对 可是确实是 比较刺激性 就你平常不看到的颜色 会对人比较有辅助 也不是说辅助 但是你就会觉得它是另外一个特别的场所 这个其实跟你生活经验相关 所以就像红灯区都选择红色的逻辑 也是因为它想要营造一个不一样的气氛 确实有点暗示 就是暗示性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红色可能有警戒 或者是有刺激性 哇 所以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联想到 好像有点什么要来了 因为你刚才一讲粉红色 其实那就是我认为是 我目前很喜欢的 有那个会很辅助的信赖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很好奇 可是你刚才一讲就好像有一点逻辑 但是就是也不能太亮 因为如果你整个全部都打很亮的话 那是神作灯的 你看透透 就一点沉密感都没有 哇哦 有没有听到 大家好好打造自己的泡房好不好 很重要 不要那个浪费一次性爱的 那接下来再好奇问一下 就是你对新北耶诞城这种 滥用灯光的设计 有什么想法 我这样会太凶吗 还是说你期 我已经直接下评论 就是滥用灯光 我个人觉得很像滥用啊 因为他们就是把所有的灯绑在树上 这样子而已 也是也是也是 所以你是同意的吗 还是说 他们其实是有设计的 只是我看不出来 所以我想要听听看你的评论 但我们就不要说是哪个耶诞城 但是 反正其实做这些节庆类的灯光 也不能说是滥用 它可能会跟商业行为有关 它可能跟每个人的社区的营造 或者是人跟人之间那个凝着度 它是有浮起这样作用的 因为它就带人潮嘛 可是你说的滥用 就是指说灯光设计 它会不会有点本末导致 就是原本我们今天是希望它可以带人潮 它可以让每个人去享受这个 人跟人之间凝聚的时光 但如果那个造成更多的垃圾 或者是它没有引来正确的那个客群 或者是商业行为 没有发生商业行为 那我就会觉得 它就很多余 就是看你有没有真的设计在那个刀口上 所以你觉得它目的很明确 它就是for商用的 所以你觉得它其实有办到它的效益吧 可以这么说 但是也可以想一下美感 就是我家问我美感的话 我要听美感 最有点难接受就是那种配色 真的是 怎么了 你不会 我配当那些设计师 他们不会听我节目 他们可能也没有设计师吧 我在想 你说主办当会说 我要那个颜色挂满满 就自己去买自己喜欢颜色 有时候真的我有遇过业主讲 就是他们喜欢什么颜色 然后今年就装那个颜色 或他可能觉得这是潮流 那就装 但那个颜色 搞不好可能甚至强过了 它那个品牌形象 那我就觉得 那这样有点不聪明 就是你的人 搞不好看那些 虚花的灯 然后就觉得 哦好刺眼好闪亮 然后就走了 那你的人 根本就没有进去消费 而且还是可能觉得很漂亮 然后一段 这种大脑就快倒了吗 怎么那么暗 但我有看过做的蛮好的 就它的颜色 真的做的很典仰 那我就觉得很成功 什么叫失败的颜色 整排的树 就是把所有颜色 能用的都用上 比如说绿色 然后一下跳紫色 又跳粉红色 又跳什么 对啊就是 彩虹啦彩虹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个 就是比较你个人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问题应该很常被问 就是到底谁会被灯光吸引 而且你是喜欢到 最后还竟然去深读了研究所 就是why你会迷恋灯光 是因为小时候就在玩手电筒吗 还是怎么样 小手电筒 不是我不懂啊 很难理解 是这样 对因为你刚才讲说 好你是跳舞的时候 看到那个灯 可是为什么会被吸引啊 你有想过这件事 在舞台上那个时候 感受到光这件事情 其实算是我回过头去想 才发现 那时候那个记忆很鲜明 但我不会说 我就是某一次在舞台上被光照到 然后从此就找到生命的真谛 没有那么电影就对了 没有那么浮夸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前阵子很红的那个 三十而立吗 三十而易 你说一个中国的剧是不是 然后他 他每一集演到最后都会有个片段 是没有台词的 然后里面 他就是讲一对比较平凡的夫妻 跟他儿子的故事 然后那个儿子在 在他的玻璃就是贴很多memo字 然后会排出一些他喜欢的造型 就他拍了好几个片段 是他那个小时候很喜欢做的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 就他在他妈妈的车上 摩托车上 然后经过路灯 然后那个光 透过那个树叶 打在身上的那个剪影 然后那个小朋友他就张开手 在那边 就是好像觉得很有趣 对 我就像那个小朋友那样 但是就是 其他人可能就觉得 这有什么有趣 但我就很理解 就是那是一个 那个感觉是一个 你在生活中 因为光发现一些 很不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缺心 就是很美的东西 我就喜欢那些细节的东西 你把光形容得好美 我有点吓到 甩法 甩什么法 给我节制一点 但我的意思就是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就是如果要真的问我 为什么这么着迷 我就觉得 譬如说 我在国外可能看一些不同季节 去观察它的光 打在树叶上 因为有光跟没有光 那个颜色 呈现出那个树叶的颜色 跟那个细节 就差很多 我就觉得有光 你就把很多东西 都变得更漂亮 那我好奇问 那你看电影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在意 他们的打光 超级 真的 我超级喜欢那种 比如说有些是 做一些动画 或者是很 比较像童话 但是它的光 就变得很戏剧性 那个画面很吃重光 去诠释那个故事情节 我就觉得 很酷 很赞 喜欢 哇你真的 会不会为这种事情满足 我也好生气哦 那我想问 其实因为你决定 要做灯光这件事情 你爸妈一开始 应该就会想说 What the fuck 就是 什么意思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 有这个工作 你要去做这个这样 但是大学选了 主修灯光设计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的灯光 是发生在剧场灯光 他们那时候只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念什么 但是他那时候 可能觉得那大学吧 但是确实有问说 那你以后出 就是毕业之后 要干嘛什么的 到后来真的进到社会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亲戚朋友们 可能以为我是做演唱会的灯光 或是做 对就是活动类型的 但应该没有人误会我做水电吧 太难了吧 我想说 哇这个 跳痛了 跳痛了 反正各种就是不理解 就是还蛮正常的 所以是常遇到这种问题 你后来竟然喜欢到 想要去读研究所 这又为什么 光有必要读到研究所 我这样会很实力 可是 我是很像长辈 不能讲名字 对不对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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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sorry 太熟了 啊你的亲戚就会说 啊恰 你现在是要去读什么研究所 蛤 读光的 那个有这样子吗 可是我觉得 长辈好像听到 去国外念的时候 好像就觉得很 很有一回事 所以他们也不在乎念什么 哦真的 重点是出国这件事 对就觉得 诶这样会不行的 我的长辈都很那个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长辈都一样 哦所以反而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没有没有 算是比较 只有我爸妈 就是比较靠近 会想说 你真的还要再去念 哈哈哈哈 这种东西还需要深究吗 所以深究是真的对你有帮助 你觉得 我觉得 视野 就是人生 格局 或是看了更多的东西 哈喽大家 欢迎又来到中场休息时间 没错呢 今天是12月31号 我们终于要度过2020 这个糟糕的一年了 那相信这几天呢 大家可能都会看到 101的跨年烟火 所以说这一集呢 林总马就找来了 曾经参与过 101大楼灯光照明的灯光设计师 是不是很应景又很厉害 然后这位来宾查尔 他其实就是跟前几集 男家大的Pennie 一起举办的那个故事工作坊 然后其实有蛮多娘娘都有报名 然后最后反正就是 种种原因只有一名真的有趣 他们都说你很可爱哦 那位大学生娘娘 shout out给你好不好 好那今天接下来呢 就要回复大家一些新年新希望 哎呦我不会念 新年新希望 然后呢就我在IG上 有跟大家搜集 就对新年的一些想法 然后结果我就看到 一则很惊人的留言 他就是说 希望包养我的男人 可以买一栋房子给我 爱真的respect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拿到那栋房子 please 让我有一间 那个录音室在里面 拜托你好不好 真的是好想被养 那其他还有几回 我觉得都蛮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Pussy Protect Nies 他就留言说 不希望再遇到布局难了 Oh my god 没有人希望月报 可以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如果你不是我男朋友 那我真的是没有必要 就跟你一起 陪你度过一些 你自己的问题 I'm so sorry but it's kind of true 然后有些人觉得 脱单好难啊 跟讲真的很难 好不好 现在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阿姨 我们青春年华就快不在了 我们要赶快抓住20的尾巴 然后好好地利用自己的青春 浪费青春 那还有几位呢 就希望他们学策可以狂态 对我也shout给你 希望你真的是可以成功 当初呢 其实林总嘛 就是我国文的模拟考 永远都考10级11级 殊不知 哎呀正式考试 我就15级了 我跟你讲 是有可能发生的 后面简单来讲一些 对频道未来期许 那是希望呢 明年可以开始找一些 你知道真的 所谓的小网红 比较大咖的人 因为今年其实 我找了非常非常多我的朋友 然后这也是我一开始 创节目的一个本意 就希望可以跟朋友叙叙旧 找个理由来聊天的意思啦 那当然呢 我也希望说 有多一点节目来找我 就是合作 因为我懒得鞋放钢 所以找我上他们节目 Please 然后最后当然 还要shout给厂商咯 厂商麻烦你们再赞助多一点 林总嘛很穷 Please 然后我真的是会很用力 很用力的帮你们 就是推广这样子 因为你看 前面我们的朋友 来我们这边 做工作坊推广 哎转换率还是在的哦 那当然啦 那就是在我找到厂商之前 麻烦大家 有余力的话也可以 赞助给我 Please Thank you so much 那最后呢 我也想要给大家一些 未来的祝福的屁话 那第一个呢 就希望说 大家虽然没有爱情 但是也可以约到好的泡 是不是很实用 第二个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更爱自己一点 虽然听起来也很像屁话 但是很真诚 那最后一个 我希望台湾终有一天 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好 以上就是林总嘛 对于所有东西的祝福 然后也希望大家 挥别着2020糟糕一年 迎来2021 不知道会一个怎么样的一年 好不好 反正我们大家都对未来 没什么期许 那我们就这样一继续烂下去咯 好 那我们就回到这一集的正题咯 拜拜 新年快乐 那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件事 就是哪些人是专门做灯光的 分不同领域 如果大范围一点讲的话 譬如说 像刚讲的 剧场的灯光设计就是一种 然后演唱会活动类型的演唱会啊 或者是商业的空间啊 比如说什么商展 他也会需要有灯光设计 这一种 所以商展算一种 然后建筑的 他就比较算是永久建制 就是那个灯 他是建筑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同步也加入设计团队 所以那个灯就是 不会动了吗 对 因为像活动类型 他可能一场活动结束 他就拆走 那种就不是永久建制 所以建筑是另外一种 建筑照明 然后还有一种 可能就是更艺术类型的 就是艺术师这种 那所以那种投影表演 也算是这种的一个范畴 他已经有点算是 相融在一起 越来越相融 但是其实专业算是不同的 一种他比较算是 视觉设计师在做 所以他们是设计那个 投影出来里面的内容 对 但是建筑照明设计师 比较是知道他投出来 然后跟建筑灯光 搭配在一起的 不管是整体的亮度啊 或是氛围啊 或是色温啊 去做设计 但是里面的播放内容 可能就不是建筑照明设计师 对 他真的是专家耶 因为我刚才是高中同学 我其实没有认真听过他讲工作的事情 好不习惯 那接下来想要问说 因为你的经历啊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你一开始是舞台灯光 然后最后做到建筑灯光 舞台灯光是不是超级重要 因为舞台剧来讲 他们其实场地很有限制 所以必须要用灯光营造不同的气氛 是成立的吗 是是是是 我的理解是 我理解正确对不对 正确正确的 那你觉得以舞台灯光来讲 什么地方是最好玩的 就是纯粹比起建筑照明的话 最直接的就是他有很多种可能性 然后他可以做得很戏剧性 就是你可以 什么意思大家听不懂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颜色 简单来讲 就是你可以 而且你的灯光可以一直变来变去 因为剧场就是场景会一直变 所以你灯光有很多cue点 我们讲cue点 就是那个换场景 画面 换灯光画面的那个点 全是不同画面的设计 但是建筑照明 他可能就比较考虑 每个人的生活需求 就是那种很实用性的 所以等于说舞台剧 可能就要多一点创意的感觉 绝对就是舞台灯光会比较多 而且你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其实有去看你的壁志 他们那时候呢 就灯光真的是用得很夸张 因为他们的角色其实是 会整个场地跑来跑去的 就以下会跑到天花板 然后以下会躺到 我们的观众席后面啊 或在前面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你应该是很有成就感吗 后面有人观众没有听懂 什么是跑到天花板 不合理的 那叫tension 就是它是一个 它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啊 对啊 它是一个 它是在观众席上方的钢索网棚 然后那个网棚 其实是拿来装灯的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不会有演员在上面演 可是那一场导演就希望 演员爬到那个灯 装灯的那个网子上方 他被绑在上面耶 我是快吓死 他不是被绑在上面吗 他就假装躺在床上 对对对 那那个床就是在那个 观众席正上方 正上方就是一个网棚 可是那这样子 对你来讲 那一场的灯光 应该是很有成就感吧 因为你可以做好多事情 对就是很 就是有好有坏 就是 就是辛苦面就是 又要想办法 就是弄出各种可能性 因为其实剧场 他还是有 他的条件限制 然后 灯具可以用的数量 也有限制 而且你要想就是 你要用有限的灯光 去搭配出 他那个好几倍的灯光画面 复杂程度是有的 但是也确实很 骄傲 很有成就感 我可没有说骄傲 我帮你说了 我看了出你的脸 那哪一个舞台灯光 是你最讨厌的 我会说你看到 别人这样做舞台 灯光有种 哦 还蛮常发 也不是蛮常发生 哇哇哇 你看这女的 品头论组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很容易不小心就触犯的 那个点 会觉得有点看了不顺眼 的时候呢 就是他那个灯光点走错 就是没有走在那个情绪上 就今天人家设计好好的 但是如果你那个灯光 换 换画面的时间点 没有对在那个 演员讲的那个台词 或是那个戏剧动作 或是观众那个情绪 嗯 你就会生气 你就想说你刚刚那个画面 在走什么 就是怎么走 很可惜 可惜的那个演员 这样子 对就是你可能想哭 然后结果他就换了一个画面 的那个感觉 你看好戏哦 不觉得 对啊这个就是会生气啊 而且这舞台灯光应该很累 他还要一直听演员的时间点 然后再去下cue点 这样子 对就是导演排戏的那些走位啊 然后他剧本 怎么安排演员在上面演戏 所以你就是那个操作空台的人 有时候要看云船 有时候可能设计师他会自己下去 操控那个空台 但是比较有规模一点 可能会再请另外一个助手 他就是专门做这个 因为他可能 这个也是一门专业 就是你要怎么样打那个空台 哦感觉演唱会好像都是这样做 对就是会是另外一个专业的人 大家有没有听到很多工作在这里面哦 对 这超过多 可以往这边走哦 没料到吧 那要不要趁机抱怨一下 你觉得哪一种灯光 是你接受过最无理的要求 最无理的 但也比较 也算是无理 就是我有做过那种 都已经进剧场 都已经Q都写好了 但导演就在舞台上面 开始完全改戏 可能就会需要在现场 直接再升其他Q 但这个也算是 常见的事情 也是会发生啦 所以就是要考验 功力 就是能不能马上改好 我在当助理的时候 也有做过很无理的 听要听要听 就是那时候我们是一曲 那时候还是学生 然后学校都会安排 就是我们进组当助理 老师的助理 设计师是老师 就是老师跟我们一起讨论灯图 然后我们是学着当设计师 所以以助理的身份 去剧场里面 带学弟妹 就是把那些灯 灯具装起来 结果我记得那一场 好像是把灯图看反吧 哈 谁 谁那么丢脸 就是应该是我们那一组的助理 我们一起 反正灯图看反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他那时候 全错耶 设计师 比如说他用灯杆 就是剧场里面 他有好几支灯杆 然后他降在不同的高度 创造那个层次 结果比如说 第一杆要最低 越后面的杆要越高 我们完全看反 就是我们把最前面弄最高 最后面弄最低的这种反 被骂爆 无言到一个极点嘛 但是 但老师就是蛮震得出全场 他就马上就想办法改一改 然后就弄好了 就把我们的错给弥补了回来 但我就觉得我们实在是太失礼 好累哦 就是累到爆 大家还说什么要分工吗 专业有分工 他没有耶 没有专业 那小时候嘛 谁小时候没有犯错呢 对不对 好了 大家要知道 要接受自己的错误 要承认错误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离开了 所谓的舞台灯光的范畴 因为等于说 他其实是出来的第一份工作嘛 嗯 就是做这个非常fancy的工作 就是 我自己觉得很fancy 因为他都专门帮一些有钱的饭店啊 或大楼 就是做灯光的设计 然后他们公司就是有名到可以接101的灯光 对 你们现在看到的101那个灯光是他们公司处理的 嗯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那时候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建筑设计或是室内设计师 他们也都会有设计概念 这个建筑物或是这个室内 比如说饭店 他的品牌形象 或是他的客群 然后去安排一个设计的概念跟手法 像刚讲台北101 嗯 这个案子算是我是跟比较后期 101他们的案子很明显是大家都很容易看到 其实就是外观的灯去做调整 呃那你还有什么案子是你觉得蛮值得介绍 没有他讨要他工作 哈哈哈哈哈哈 有好多个就是已经是已经成年往事了 感觉已经过了人生好久 譬如说台北101设计后期 比较着重于在怎么调那个光 调光的方式 譬如说因为那个建筑物就是很很高嘛 所以我们不可能每一层去调 所以设计师就要在建筑物的 外面站着看嘛 信义区的周围 就是四周 然后每一个角度都去检查那个灯光 然后就是通话 请上面的 好酷喔 请那个就是调光的工程师 帮我们在上面调整 调试 然后我们在下面看 就是建筑照明设计师是 站在下面 然后指挥他们调 好酷喔 但调完 可能比如说调一层之后 然后请他们就是照这样子的方式 再帮我们调整完 然后我们再去现场 再去检查 对 再去验收 那很累吧 那工程感觉很大 对 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诶 那你自己是满意101现在的灯光 反正都离开老板了 可以讲真心话了 可以唱吗 我老板你都不开 我们不要讲究老板是谁 简单 简单 所以你觉得嘛 你就讲个人 我其实蛮喜欢 我到后来离开台湾 然后再近期回来一阵子 看101 我都还是觉得蛮喜欢他 他就像是一个精神指标 而且很多朋友 后来也都会传给我 讯息给我说 他觉得蛮好看 是真的很好看 因为我觉得旧版的很平 就让101变很平 因为我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就有考虑他的那个 建筑设计的外形 他那一斗一斗的状 然后我们灯光 就是呼应这件事情 大家马上去Google101照片 然后你可以找一下 以前的照片跟下一照片 真的差蛮多的 没想到是出自我们来宾的公司 前公司 不是来宾之手 那你那时候在那边 做建筑灯光的时候 你有没有遇过 最无理的客户要求 最想要听这种抱怨的故事 超多耶 有哪些 哪一个最北蓝 我有遇过 可能不是灯光出了问题 可能是其他设计单位 譬如说室内设计啊 或是建筑设计师 他们可能在设计前期 就有一些地方没有把关好 但最后呈现 呈现不佳的时候 然后就说 灯光你怎么没做好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要 稍微承担一点 他们的一些 被骂的责任 我以为设计公司 外包给设计公司 就会比较好相处 结果没有吗 就很常 会互相 怪来怪去 对 所以大老板会看得懂 说这个灯光很丑 也不一定 有些可能他就是想花钱 但他可能没有那个 sense 去观看你们的灯光 就算你觉得这边有问题 他也看不出来 都有 就是我遇过 就甚至蛮好的 可能因为像我老板 最爱开这种需求说 我需要一个气势的感觉 那这时候要怎么去打一个气势的灯 你们应该也常遇到这种问题吧 不太会有这么直接 就说 欸我就知道什么 我就知道什么 因为他请我们 可能会听我们的建议 所以还算理性 还算理性 所以是我老板不理性 我老板真心就是我们公司装潢 哇 那个设计是可怜 就一个月要处理完一次 所以我觉得设计圈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对辛苦了 大家那些花钱人都以为自己是老大 你们真的还好 好啦你们真的是 薪水还是靠他们发的 那至今啊 你在那个时候 有没有觉得最骄傲的作品是哪个 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一个 觉得哇就是完美 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设计师的一些 你知道毛病吗 就觉得 光的话感觉就是 比较有一点弹性 因为他会跟现场氛围什么什么的 互相去挑战 就没有绝对的说好或坏 就也就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也很难说什么骄傲 好像有没有 好啦要对自己有点自信哦 Chart 那以一个我们这种现代人 我们每天都在都市丛林里面生活 曾几何时 经过哪一栋知名的作品 然后想说 哇也太丑了吧 就是这样 快一点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我们想要假装自己懂这些 有的吗 那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 就是不好意思就要说了 但我听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 好像灯光还没有调适之前 但就打在那边被大家看 哪一个 台北火车站 大家有印象吧 二星的光 有一阵子打了七彩的 对对对 那个也就是 就也不是我在说那一阵子经过 我就吓到想说 你吓坏了 对我有点觉得 怎么可以亮度太高了 然后它的颜色真的太强焦了 就是感觉很像是 一个女生化妆 但把所有能用的颜色 都涂在自己身上 好好的形容 我觉得想要有点太坏 不会不会 但是我真的看了之后 想是怎么可以这样 有一点生气 还是一个门面的地方 对啊 要好好照顾 那哪一栋说实在是你觉得说 哇也太美了吧 我自己蛮喜欢圆山饭店 然后也蛮喜欢 贝拉Vita的 我觉得我会吸引我的 可能是那个建筑物 第一个它本身就有特色 然后第二个它灯 可能是真的是装点 然后让它的那个氛围 跟层次更高 就是你可以明显知道 它因为光达的好 所以那栋建筑物看起来 可能更贵旗 或是更有它自己的 本身的文化跟特色 去展现出来 哇那好 你刚才讲的这两个 跟101比谁赢了 不要这样子吗 硬要你 他们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不要这样比 是不能比 什么东西啊 你在星光帮吗 当然我们做的最好 你们做的最好吗 没有了 好那再一个是很 因为光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日常的事情 就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嘛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工作被大家忽视 会很难过 老娘花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画完那些灯光设计 然后大家 也不会站在那边 跟我讨论说 哇这个灯光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我还好耶 因为 就是一般大宋 也是陌生 就我刚刚在乎我的人 没有 但是我觉得光 就是但说实话 光就是这样 就是好的灯光 就做到别人没有发现 但是觉得那个地方变好 对 我觉得所有的设计 好像都这样 对啊 所以如果被人家说了 这个光可能 不一定是个好事 因为我是做界面的 应该说 他们会注意到界面这件事情 就是当他难用的时候 才会被发现 对 那接下来 我是想深入研究一下说 你当初喜欢到出国研究 到底为什么想要出国读书 读这个光 想要看见光更多可能性 可能我当时候 做工作也做到有一个平静 就是平心而说 我从剧场的灯光 那时候会 想要试试看别的领域 就是到建筑照明 也是因为我觉得 想要看见光 不只发生在黑盒子里面 因为剧场可能是 每个人要走进去看戏 才能够接触到光 这件事情嘛 但是如果 它可以更生活 就发生在生活中的话 我那时候就觉得 那我想要再去 试试看建筑照明 因为建筑照明 它可能设计的时候 是对于建筑本身 也会考虑到人 但我也一直很想要 试试看光 可不可以直接 对人本身做考量 然后对人有影响 所以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然后再去国外看看光还可以做什么 好深喔 大家有听得懂喔 这其实很厉害 就是你原本 就是从一个秀 然后再走到佛公众性的 到现在你想要直接找到一个光对于人之间的关系 对 好感人喔 我其实觉得蛮感动 那你讲真的 你出国真的有学到什么吗 第一个是我的最后的论文研究 也直接对人这件事情 主题就涵盖在这里面 然后 所以是做到我想要做的研究的范围 然后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去的是瑞典 所以环境地理位置上 生活的习惯上都差很多 所以可以看到光怎么样 不管是自然光也好 就是因为纬度的不同 它表现出来的 那个光的质地跟感觉 差很多 连纬度你都管到了 不是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很明显 就是你从来不会看过这么长的影子 然后这么斜的太阳 照进你的屋内 我可以直接在我的房里面 晒日光雨的那种 因为光就会直接打进来 好酷喔 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经验 对我来说就是 去看见更多的可能 他真的很爱光耶 大家有感受到了吧 我好讶异喔 那除了就是去不同的location以外 那那里的课程 有没有让你真的 学到什么东西 哦 在设计上其实蛮多 启发的 是启发 这样说 不算吧 你都花那么多钱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戏也蛮特别 它是我班上的同学 是30个左右 大概有28个不同国家 等于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文化背景 然后专场的话 也有各式各样 当然最多的可能是建筑师 建筑设计师 然后室内设计师 然后有些可能完全八竿子打不着 他以前完全没有碰过 对 但他就也以前就开始注意到光 喜欢光 然后就来念这个书 所以我们就是一群很爱光的人聚在一起 对 所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找到同伴 好好笑 在台湾没有人理你耶 也不能这样讲 但是在设计上啊 或者是创意上面 可能能讨论的人啊 很多 再到那边之后就会发现很有趣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是真的很开心吧 很开心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那我想要再问一个是比较跟 也是跟人有相关的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其实有提到说 光其实是会影响人的情绪 或者说颜色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哪些案例是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知道比如说 他们可能餐厅的话 就会想偏好打黄关 好难念 黄光 就是因为会有温暖的感觉 你才会想要下咽的感觉 譬如说刚刚说餐厅好了 就是我那时候去到瑞典 我第一个发现的事情就是 为什么他们的店都这么暗 因为你想象 比如说在台湾很多咖啡厅啊 或是餐厅啊 他就很习惯用大片的就是落地床 然后通透的感觉 那里面可能很明亮 你可能就觉得他很高级就很想走进去 但是瑞典我所看到的基本上每个都很暗 我在刚到的时候我可能不太理解那边的文化 然后我也跟当地人就是或者是系上的老师就聊到这件事情 后来得知他们的想法会觉得 一方面有道理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很长时候 可能日照没有这么长 所以他们习惯那个没有这么高亮度的环境 所以当你的空间 室内空间也呼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比较走得进去的 因为那个地方暗 然后让你觉得很舒服 如果像台湾可能艳阳高照 所以你可能室内也不能太暗 所以这个是跟室内室外有呼应 然后你在那个暗的那个的环境里面用餐 我也有看过一些就是科学研究 它是可以让你卸下你的 比如说你可能就不太会去考虑 啊我今天要减重啊 我今天要结实啊什么 你就会忘记这个了 所以他远离比较暗的房间 你在那样子的状态下 你就会放松 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要享受 所以酒吧就是这样子耶 其实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点他们的薯条 刚才延续你刚才讲 其实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他们的房子都好暗哦 这件事我也是觉得很怪 就是他们不能多装一点 但我自己就 我比如说我 我以前我还在台北的时候 我的朋友来我家都说你房间太暗了吗 就我也是暗派的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喜欢暗啊 I don't get it 因为你房 你家里就是要放松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那样是放松 所以我现在房间太亮了吗 不会太亮 但是我就会觉得没有层次 我跟你讲我有一些 因为我房间有遥控器可以调光 你要展示一下吗 我现在要让他变暗 看有没有得到他的许可 好紧张 准备好了 你不要一直批评我 你刚才听到恰就是一个很凶的女人 你不要说到我这样形象 就是这样 也太 哦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光 算OK的嘛 形容一下好了给大家听 该的差别 好我现在这个房间瞬间暗了下来 但是我觉得是一种灰蒙蒙的 所以这不好看的 不好看的 我现在挑剔了吗 没有形容词就是有点灰蒙蒙 但是我想象的我所说的暗 不一定是从上往下的这种暗 因为你现在这个灯它是就是泛光型的 所以你是整个空间瞬间就 全部暗下 暗了下来 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就是 全部都太暗了 然后灰灰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会说灰灰的感觉 因为亮度在很低的时候 人可以辨别颜色的能力是降低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这个空间就是 太灰了 所以跟你刚才讲的暗派 其实我的房间这样也不算 有达到那个 它是暗啊 它只有暗 它没有传次 对对 还是没有传次 大概可以暗啦 很挑剔耶 所以这样不适合做爱吗 这个哦 对啊 就看你咯 哈哈哈哈 它好凶哦 大家看到了没 不行我还在开一个小夜灯 那个灯我也很焦啊 好好好 哦 我现在开了一盏是 我很喜欢的恐龙夜灯 然后它就是很黄 哈哈哈哈 我觉得蛮可爱的 它勉强挤出一个可爱的那个字 不错啊 就是就我刚说很可爱的 意思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主人 这个房间主人有一些巧思 他有一些自己的个性在 所以我不会说他是 说他是好或不好 这样去评断 OK OK 压力好大哦 下次不要请他来我家了 我现在要把灯开 开亮了 没有我们可以开回去了 太亮了太暗了 好 那接下来哦 我想要好奇是 因为你其实做的论文呢 它是有关学龄前幼儿的创意启发 所以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根本就看不懂 是说光可以让小孩变聪明吗 他不能绝对说变聪明 但是我当时会想做这件事情 一方面我也想要试试看 光对于人的影响力 是不是可以从小 他们就可以 就可以发生这件事情 因为第一个是 我自己本身刚可以听到 就是我对于光的那个喜好程度 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还很少 所以你发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有好奇心 因为对我来说 我就讲 尽管我现在到这个年纪 就是它还是发生 它还是持续发生 那我就想要知道说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对于光有一定的理解跟专业的人 可不可以去让小朋友 可以从小培养 比如说他的创意启发 或是他对于光这件事情的探索 去帮助他的学习或者是成长 所以等于说 你会做一些实体的装置 让他们能光互动的感觉吗 对但我那时候 因为那个时程很短 所以最后只做出 算是一个教案的设计 就是设计一个游戏 或是活动内容 然后去引导他用玩光这件事情 然后去做表现 他有点像是开放性的 就是我只给他一个guidline 然后告诉他有什么器材可以用 然后用的方法有哪些 让小朋友自己去 对去尝试 好酷喔 但是后来我也觉得蛮压抑的 就是因为这个活动需要仰赖爸爸妈妈陪小孩做 或是给他这些东西做 所以我算是旁观者或是观察者 就是听家长给我的feedback 很多爸爸妈妈就是讲了 就是他的小朋友的经验 可能每一个人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 就是小朋友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或是他感受到的东西 譬如说有些可能觉得很亮 可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然后有小朋友真的是 因为我那时候也有让瑞典的家长做 然后有瑞典的妈妈可能到现在还会传影片给我 说他小朋友真的会在生活里面开始注意到光 然后会很喜欢玩 你很感动吧 很感动就是觉得真的是可以发生的 你让其他人喜欢上光 对 他要把这个族群扩大了 童文才太饱了 从小培养 非常多一点成员 哇好厉害哦 好那我觉得听完 真的觉得你看他对光真的是有 你会把我本名讲出来 sorry 我会逼一逼 听完chat 你这chat真的太难念了 那听完chat你就知道他对光真的有热爱 那说真的啦 你会特别感谢说爱因斯坦或特斯拉吗 诶你刚讲完我还哈了一下 你看所以你是个忘本的女人诶 这也太追溯到太根源了吧 所以你们的研究所不会有一个corner是放爱因斯坦或特斯拉 没有啊 哇整个光学系的人都很忘本 好啦光其实也可以源自是太阳 对不对 就不是不局限的 好会好会 是是是 那好 再问几个问题 就如果你到灯光很不漂亮的朋友家 你会不舒服吗 like my house like right now 没有到不舒服啦 但 诶我现在到的 没有到真的很 还好 我觉得 好那你给我房间一个建议 那个我还没看到 那个是 我现在开另外一盏新的灯 就是他打下去 应该是可以让人家读书之类的 这读书眼睛会痛吧 我是很少读书 所以说我房间还有救吗 灯光的部分 可以啦 可以就是因为你现在也没在读书啊 你可以装一些 比如说立灯 让你的空间 看起来多一点机能性 就是机能性高一点 因为现在你的灯都是 一开就全亮 全世界都亮 哦 你说可以有一个灯 它只是佛一件事情的感觉 就是现在设计很 很讲究 就是你专属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的空间 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譬如说 你的阅读需求 或者是你床上 看你床上什么需求 我自己讲的怪怪的 就是有什么需求 或者是你有哪些空间的话 你就可以配一些不同的灯 重点还是要回到说 你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如果你需要一个漂亮的泡房 那你就是好好的 朝你喜欢的泡房的 灯光的氛围来营造 对啊 或者是你那个房可能会 前夕区 我不知道你哪类前夕区 就是我意思说 可能会有不同阶段性 那你可能会用到你空间的不同区 那你可能会需要不同钟 其实回归到来讲 除了灯光以外 因为灯光不是万能 所以你自己的空间上 你的空间设计 或者是你的软件 软装的设计 也需要到一定的 就是程度 你真的也有 在空间上有做考量 那你灯光再加上去 才是加分 不是说灯光你就是 都买来摆一摆 放一放 就完事了 很实际的女人 那想要问你说 你会推荐大家 最好布置房间的灯是什么 简单来问哦 就帮所有人问一个问题 就我买什么光 我发现它有质感 你这样听起来就是装饰灯 所以那个装饰灯 它的那个材质 可能就去呼应你的居家的风格 然后你的颜色色纹 它的外形符合你空间 对的色纹 我觉得这样就加分很多 那最后的最后啊 我就想要问你说 就是因为现在一定还有人 一样跟你一样 在灯光设计上努力 那你会想分享什么给他们 不管是什么领域的设计 或者是什么职业 我觉得都通用 就是要多一点观察跟好奇心 就是不要觉得说 我今天是设计师 灯光设计师就只做灯光 就可以去想想 比如说其他职业 你可能对其他职业有好奇心 或是你对于其他空间有好奇心 真的去到那些环境里面 去体验看看 就是你有点多一点生活经验 可以做出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或是不一样的设计 这件事跟 其实很多电影导演 都会这样回答类似的问题 说你要这么好好拍一部好电影 他要说你要认真过生活 就是我觉得这种概念 就是你要好好珍惜 每一个你要做的事情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 一直强调到做爱 也是集中一种 硬要在被扣回去 好啦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 可以感谢CHA的来临 送一点对名字了 那感谢CHA 那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咯 大家晚安 那木灵 then 木灵 then 木灵 then 木灵 木我 木灵 questo 木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